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各位听众您好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在节目单元为您安排的是刘碧荣时间 我们要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最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这个礼拜我们仍然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新闻 要跟听众们来解析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在7月27号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到印度去访问了两天 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特别注意到 好像美国跟印度的互动特别的多 这一趟布林肯到印度见了哪些人 最重要的是他为了什么事情去呢 因为我们晓得在印度来讲 是美国的印太盟国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员 所以前面讲说今年以来 事实上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去了印度 这次7月份的时候 那是布林肯 布林肯他到印度 他当然见了莫迪 见了外长苏杰森 所以说他主要谈两个大的事情 一个当然是中国 晓得印太联盟怎么样去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然后第二个他谈的是阿富汗 阿富汗我们晓得当初印太联盟 印太联盟它是一个湖形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 你说整个湖形的过来 你说像印度 他当然美国原来就是希望印度 希望在阿富汗这边 也能够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尤其美国现在在911之前 要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的情势不安 于是怎么样的去 印度有什么办法 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 怎么加强阿富汗的这一块的稳定 那么他一直是跟印度在谈 可是我们又注意到两件事情 那么第一个 印度最近民主有倒退的现象 印度的倒退现象 越来越专制 他用他的反恐的立法 还有反煽动法 逮捕了很多民权的一些倡议的人士 所以美国也不能装的没看到 所以美国就点了印度一下 点了印度一下 所以布林肯也谈到了 民主倒退的概念 然后就讲了 美国跟印度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应该继续团结 并支持这些理想至关重要 支持民主的理想 所以民主倒退这个现象是个逆流 点了印度一下 另外又有意思的是 他还建了一个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 那是2016年以来 美国第一次 第一次当然 美国如果是包围中国 或者遏制中国的话 西藏也是一张牌 所以他也建了一下这个代表 虽然没有谈论很深 但是他这个象征意义 当然可以看到 当然会让北京非常不快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是美国在中国西南角这边的一个布局 既然是如此 我们看到 在美国上一任的总统川普 他就已经很重视 跟印度的关系了 所以这次来看的话 也不过就是要延续 怎么说呢 我可以这么说是要延续川普的印太战略 这个地方的一些 比如说是他的力道吗 或者说他还有一些什么新的做法 美国呢 他一直强化 拉着印度 其实你可以看到 印度其实跟中国 大陆呢 其实跟这个俄罗斯 那么中间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印度一向走 它独立的一个外交政策 所以美国也加强 比如说像上一次 三月份的奥斯汀到印度去 印度去就没有提 印度要跟俄罗斯买武器的事 因为他也是买俄罗斯的S-400 S-400的防空的飞弹系统呢 那美国拉着印度 他卖武器给印度 印度跑去跟俄罗斯买武器 那跟美国拉着土耳其 土耳其跟俄罗斯买武器 一样的道理 也让美国觉得中间 有这么一点微妙和尴尬的地方 你看到印度跟土耳其 也在玩这样的一个策略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说 你说习近平事实上 在7月21号到23号的时候 他也到了西藏去做视察 那西藏视察 习近平当任国家主席以来 第一次到西藏做调研 调研他提出来了 八个字的智障的方针 叫做稳定发展生态强兵 那么强化这个边防 那你看在这里 你这样如果对照的来看 中国跟印度也在谈 双方是不是把部队 不要靠得这么近 拉开一点 然后美国也去拉着印度 美国在印度也建了一些 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 习近平也到了西藏 表示中国要强化边疆的建设 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里变成新的一个角力的一个点 就是在中国西南角这边 有这样的新的变化 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 在印太战略里面 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共同的对象 就是中国 就这样来看就对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先为我们关注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最近到印度去访问 当然了 这当中关系到印太战略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个印太战略的整个布局 其实也跟中国跟美国 还有印度这些大国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互动 甚至于连俄罗斯都在里面了 好这个老师 所以那在印度 这个可是达赖在印度 最近达赖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最近当然你晓得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 各国都是把西藏也当一张牌 那么你特别的说 重视达赖吗 或者重视现流氧政府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 他们也许像欧洲 什么为了人权的问题 为了价值 他们也许像美国一样 而且见了心里如一的 见了达赖喇嘛 或者见了西藏的代表 然后还是为了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什么的 然后后面就没有后续了 最近当然因为达赖喇嘛 年事也高了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看到 它这方面一些积极活动的新闻 是好的 再接下来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领域 当然刚刚您提到了 阿富汗老师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 他最近在天津 见了这个塔利班的 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 巴拉达尔 老师 可能有些听众 他不常读国际新闻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请老师 为我们解说一下 巴拉达尔何许人也 他在这个塔利班里面的 重要性如何 还有王毅跟他会见 有什么重要的目的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人 在塔利班特别重要 而是说塔利班 阿富汗的天下 塔利班快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 当然就担心 第一个 阿富汗会不会不稳 阿富汗如果不稳的话 因为内部当然有 政府军对抗 当然也有 其他的一些势力 包括地方的军阀 部落 他们这个势力反抗塔利班 所以人家讲塔利班很可能 是会有叙利亚化 叙利亚化 阿富汗叙利亚化 叙利亚化 那么塔利班天下拿下来 又引发了新的内战 可能这个冲突会 外溢会满到中亚地方 然后更重要是 因为这么年内部不安的时候 也变成很多恐怖分子 他寄生的温床 所以恐怖分子看到 有几个恐怖分子会进去 第一个就是人家讲 东南亚的一个回教祈祷团 那一些激进分子很多在阿富汗 我们也看到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个新疆的分离主义 新疆分离主义就被叫做 它叫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所以叫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这个组织 那么叫东伊运 东伊运 那么这个联合国也讲了 这个东伊运的组织 它也进入到阿富汗 所以王毅这次跟塔利班的代表 主要去谈 这个第一个 你要保障我在阿富汗的 这些中国人的安全 第二你不能包庇 这个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 你不能包庇他 那美国事实上 当初撤出阿富汗的时候 也是提着条件 就是你塔利班班师回朝 你的事 你不能包庇恐怖组织 作为攻击美国的一个温床 所以可见这些大国都担心 那么很多的恐怖组织 统统跑到阿富汗 就寄生去了 所以这样子 阿富汗就答应中国 说没有问题 所以塔利班说 我们是支持中国人的 我们不会攻击中国大陆 那么当然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你得给我进去援助 如果你给我进去援助 你帮助阿富汗重建 那么当然我要保护中国人的安全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中亚这边相关的国家 包括中国 包括俄罗斯 甚至包括印度 大家都很担心 阿富汗的情势会影响到中亚 那中亚这边 整个区域的混乱 让恐怖组织 又有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温床 而且阿富汗如果一包庇的话 那会有新的一个不安 所以大家都想就拉着塔利班 就告诉塔利班说 那你好好的干嘛 反正你天下拿下来 我们也阻止不了你 但你不要变成一个 真正让恐怖分子的帮凶 不要包庇你的恐怖组织 这个比较重要 可是从老师的解说里面 我有两个比较深入的问题 想要请教老师 之前老师您曾经 跟我们说过好多次 阿富汗是帝国坟场 所有的大的国家 他在这里通通讨不到好处的 那么之前美国在这里 扶持了阿富汗的政府军 那么目前是不是 他态势已经真的是围弱到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呢 就是这些个 刚刚老师所说到 这些恐怖分子 从各地而来的恐怖分子 在阿富汗万一整个重聚起来 他会不会变成 衍生出来另外一个 更可怕的集团了呢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个呢 美国他扶持的阿富汗政府 科布尔当局 美国常常外交上的习惯 就是我扶持你 到时候玩你站不稳的话呢 那我也不想陪你一起玩下去了 排外屁股就走了 但是美国内部 现在讲说 为什么阿富汗局是这样呢 就是你科布尔当局贪腐吗 你这个用人 不会用人吗 你用人为亲 搞得你众汉经理 他总是找个理由 就是说以前呢 美国人最喜欢讲说 比如我把那个国家搞丢了 那谁搞丢了 将来很明显的 就会有一本书叫 Who lost Afghanistan 谁搞丢了阿富汗 阿富汗呢 当然结论也出来了 结论就是阿富汗人自己 你们扶不起嘛 所以美国的习惯是这样的 但是美国现在也打算说 不行啊 可我不能这次搞得那么难看啊 所以美国现在打算 很多人过去跟美国 比如你看美国打阿富汗战争 打了十年 那十年呢 多少人以前帮美国当翻译啊 当情报员啊 开车啦 煮饭啊 那这个人 塔利班一来 他通通都叫汉奸啊 或者是阿富汗 阿奸啊 那这人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人就得跑啊 不然会被清算啊 美国人讲说 给你紧急的这个Visa 这个难民的这个Visa 那一下有两万多人来申请啊 后来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美国说再放宽 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是直接帮美国 他是美国 比如说美国支持的一些NGO 那那些NGO 他所聘雇的阿富汗的人 他是间接聘雇的 不是直接帮美国做事的 但是是美国所支持的组织的聘雇的 按照第一批 这些人不合格申请这个 这个难民签证的 在美国又放宽 好了 那现在听起来是不错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晓得 阿富汗的地方交通不发达 它呢 里面的这个地形啊 崎岖 你今天可能在哪一个偏远的省份 那偏远的省份 你要去申请这个签证 我问你 我从那偏远的省份 我怎么到首都喀布尔啊 我在路上就被截杀了 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那我有没有盘缠啊 那我怎么样都在说喀布尔 那喀布尔这批大人 有目的喀布尔 那美国不是要准备车了吗 所以他的领事馆 什么的功能的人 也不断的减少啊 他没有那么多人 handle这么几万人 忽然涌来申请Visa的 那你今天跟他讲说 你的Visa要降低 那怎么办 所以后来就请中亚的国家帮忙啊 那是不是你们先到塔吉克了 到什么地方先等着吗 那我再来interview 那所以中亚的地方就很严重了嘛 就能够稳定就很重要了 第二个你说各个这个恐怖分进来 其实还有一个我刚刚没有谈呢 伊斯兰国 IS也进来 那塔利班为什么会同意跟美国谈判撤军呢 因为叙利亚那边的伊斯兰国的那些人 被打败溃散以后就穿到阿富汗来抢地盘 跟塔利班抢地盘 所以塔利班一方面要应付美国 一方面应付IS 那么塔利班当然就觉得 这个父辈受敌啊 那干脆就跟美国来达成协议好了 那美军走了 那将来如果我要对付IS的话呢 我可以比较专心对付伊斯兰国的这个势力嘛 可是你我妈讲 有各个不同的恐怖分子进来啊 那他们这些恐怖分子呢 是分呢 是合呢 而是抢地盘呢 还是各自选边 谁也讲不准 谁也讲不准 然后加上这些地方的军头 阿富汗最大的特色就是 中央政府军根本进不了各地方的部落派系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这是阿富汗塔利班 那更有意思的是塔利班有两个啊 因为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呢 他们中间几乎都是普什图人都连结的 所以阿富汗有塔利班 巴基斯坦也有塔利班 所以有阿塔和巴塔两种 那么阿富汗的塔利班呢 天下拿下来了 当然就跟美国比较温和了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呢 他们也想是在巴基斯坦 可能要联合秘露之省啊 一些真理主义者啊 他们就是希望在巴基斯坦作乱嘛 那作乱呢 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呢 很重要的一个旗舰工程 就是印巴基斯坦走廊 那中国的印巴基斯坦越成功呢 当然对巴基斯坦当局的力量 就越大越获得支持 那阿富汗这些搞叛军的 搞生理主义的 谁帮助当局 你就是我的敌人 因为我是要独立嘛 我要推翻这个当局啊 所以为什么才会发生到 有中国的工程师 在巴基斯坦被恐怖攻击啊 被攻击 那巴基斯坦到中国去就这样呢 我又没有殖民 我又不是白人 我是在帮你的 那你为什么要搞我呢 原因就在于 因为你帮了当地的执政党 帮了政府 那当地的分离主义 或在街叛军呢 他们就视你为敌人嘛 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 他一带一路往下走的时候呢 以后一定会撞到 当地的复杂的地区政治 你闪都闪不掉 闪都闪不掉 所以你和中巴这种关系 是如此的铁的 这样的一个萌方的关系 那结果他就会碰到 当地的分离主义 好 那于是就晓得 你晓得如果今天 阿富汗塔利班 跟巴基斯坦塔利班 他们中间是分是合 能够协调吗 所以有人讲说 可不可能中国拉拢 阿富汗的塔利班 就跟他讲说 你告诉你巴基斯坦的兄弟 别攻击我嘛 那阿富汗塔利班 能不能管到这么多 这个里面 其实我坦白讲 谁都不晓得 因为都还在分分合合的 各种的在较劲 还在混乱之中 老师这么一解说 就是把这些个 我们看起来觉得很复杂的 各个因素 把它放在一块来解说的时候 我们大致上就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阿富汗 塔利班 巴基斯坦 中国 这整个一连串 还有一带一路 所有相关的这个利害关系 我们就清楚了 谢谢老师 各位听众 今天制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先为大家解说了 有关于美国跟印度的关系 同时也看了一下 中亚的情势 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老师解说的很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焦点仍然是在亚洲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到了菲律宾去访问了 老师 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德蒂 那当然是这个狂人中的狂人 他好像也快要卸任了吧 那所以这时候 奥斯汀去菲律宾干什么呢 对 我们如果晓得 他整个 如果晓得 要只要探个地图来看 你看这个 如果是南海的这个情势呢 就是我们喜欢叫U形线 或者叫大陆的九段线 然后现在呢 那你想得 这个U形线 又像一个布袋一样 这个布袋一捞起来以后呢 U的两头是什么国家呢 左边就是越南 右边就是菲律宾啊 所以美国为什么拉着越南 拉着菲律宾是这样子 那菲律宾也是构成 美国第一岛链重要的部分嘛 所以不管在南海 就遏制中国 或者什么 他都要 或者公海航行自由 他都要拉着菲律宾 那这一次呢 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菲律宾总统路特蒂呢 他宣布恢复部队访问协定 部队访问协定 这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呢 它是有共同协防的条约 所以他们每次要进行 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呢 那请问美军它带的武器 它怎么进到菲律宾呢 它是申请什么样的签证 什么样的待遇 能带多少武器 进到人家的这个国主上面来 所以它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协定 叫做部队访问协定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那么杜特蒂宣布终止这个协定 终止这个协定 当然跟美国中间 有一点人权的问题 在那边争吵 杜特蒂怒之下 那我们就终止 那终止以后 那请问美军 它到菲律宾就变得比较困难了 所以每一次重新谈呢 还要重新申请啊 怎么样进来 会影响到美非联合演习的这个战力 那么杜特蒂今年改变了 改变了 改变了说那就是 那可以想象它就让美国的势力 美国更容易进来 美国跟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可以加强 那么主要原因呢 就是你刚刚也谈到一个 就是菲律宾要选举了 菲律宾的这个政治啊 拉长来看就很有意思 它一任总统可能亲中 下一任总统就亲美 他永远就在中美之间灵活摆动 所以有意或无意的 就是这样 这一任总统亲中 下任总统亲美 这一任总统亲中 下任总统亲美 中美一样 中美一样 那很明显的杜特蒂比较亲中 那下一任的总统呢 现在在整个选举的基调呢 当然就是强调亲美啊 然后对抗中国啊 所以杜特蒂就不能对中国太软 但是他也不希望说 我今天跟美国要恢复 这个部队访问协定 就表示我对中国开战 其实并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奥斯汀到菲律宾的前两天 在26号的时候呢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呢 他也讲 美国非常强调南海仲裁案 他是说他强调南海仲裁 那样只没有用 因为中国没有参加仲裁 然后他也说 菲律宾不可能跟中国打仗 他说绝对不可能 我们根本没办法跟中国打仗 他说我们这边飞机还没起飞 他的导弹就来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他不是要跟中国去叫小 他就说我菲律宾认清事实 没办法打 那没办法打的情况下 过两天呢 他说我恢复了美国的部队访问协定 就是为他的部队访问协定 先做一点 先等于讲给中共听 那我跟美国关系 我必须要恢复 但是不等于我打你 我前两天不是讲的 我不可能跟你打吗 所以我跟美国好 不等于我要对你不好 那他必须要强调说 南海的问题是要透过外交 不是透过法律 所以那个仲裁 他也承认没有用 他还要跟中国继续谈 可是他必须跟美国的关系 那对Austin来讲 那这个外交成功 不管怎么样 那总是菲律宾同意了 美国部队又可以再回去防温协定 那将来美非的军事关系 又可以加强 大家都在都在下棋 美人都得到一点 所以这是整个菲律宾的一个情势 有意思 一场选举可以让大家各有所退让 也有所前进 老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要请教老师 最近我们把焦点都看到缅甸来 前一阵子我读到的是说 缅甸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最近我们可以观察 缅甸的哪些重点呢 是除了缅甸疫情严重以外 在礼拜天的时候 8月1号 就忽然发现 缅甸政变已经6个月了 2月1号政变 8月1号6个月了 6个月是缅甸 满6个月呢 然后他的军头 敏昂来就宣布 紧急状态要延长到 2023年8月 也就是说本来是一年 而且我管你的 我再延长一年半呢 那本来2021年嘛 那你2月1号政变 不是2022年2月1号 或1月31号 你就要停了吗 他说他说再延长到2023年 23年 那他本来军政府的那个名字呢 叫做国家管理委员会 那现在呢 改名了 改名叫做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呢 那他们国家管理委员会呢 就任命 敏昂来做看守政府的总理 那他看说就他的就是 就是有意思的是 他的位置好像半年来政变以来 他就越来越紧了嘛 越来越坐稳了 可是呢 缅甸的抗议活动没有停啊 每天都还有啊 每天都还有 那你刚刚讲说 他的这个疫情很严重 所以那疫情严重很多 我们上次也谈了嘛 疫情严重很多就 好云南现在很多境外移入的 就是缅甸过去的 这些新冠的这些疫情啊 那他疫情严重 他的很多的设备啊 设施啊都不够 那政府就抓在手上 刚好可以拿来说 你们哪个人物听话 我就给你疫苗啊 氧气啊 不听话 我刚好整肃一几啊 他也希望东协赶快 他希望也东协能够帮助他 因为他疫情很严重 好了 东协就前两天在开会 因为东协通过要派东协的特使 到缅甸 然后希望能够帮助缅甸朝野 能够对话 可是东协通过了这种决议以后呢 特使一直派不进去 所以东协在不断的呼吁缅甸 我们东协一点功能都没有 缅甸你要同意我特使进去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就在看 那你缅甸希望东协帮助我抗疫 那你要先让东协特使进来啊 你如果不让东协的特使进到缅甸 那东协还要不要给你 这些抗疫的疫苗或这些设施呢 这中间有没有谈判呢 那么东协如果在这次有疫情作为杠杆 居然还不能让缅甸做出任何让步 那你东协真的没有什么功能啊 那这样子也被人家外面看破手脚了 你们这些东南亚国家那边 你这个东协自己 然后一个缅甸搞这样子 你们束手无策 那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也在看那么东南亚的整个区域的变化 是怎么个走法的 那所以这整个事件这样演变下来 翁山苏基他就一直被关着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作用啊 也没有什么作用 那这样唯一的就是有一个影子 影子政府啊 好像反对党的成立一个政府 政府但问题是也没有什么实权 那唯一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是年轻人串联一个叫奶茶联盟 奶茶联盟 那么事实上从香港到泰国到缅甸 这群年轻人的串联 这是新的现象 而年轻人串联 年轻人的奶茶联盟 他们承认的是在野的影子政府 然后他们说继续抗争 但是问题是 于是缅甸你就发现 有一个老一辈子军人这是实的 那有一个网络上的年轻人 这是虚的 有实项有虚项 有online有offline 那有线上线下的 那这两个这样对抗 而且东西就变成在旁边看 东西在旁边 东西没有功能在旁边看 那在这里有实的有虚的 有世代的变化 还有一些国际组织 到了中间或者当年 或者初老的时候 感到走不动的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那这样子在缅甸会发酵出 什么新兴的现象 这其实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 志评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 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这礼拜的重点全部都锁定在亚洲 我们刚刚一开始先从印度 然后谈到了塔利班阿富汗 后来还谈到了菲律宾 最后又关注缅甸 这一切亚洲的形式 其实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多多仔细的去关注它 我们也非常谢谢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老师 与我们的分享 老师谢谢您 谢谢 谢谢